原来这位神秘大来宾就是曾经和张嘉义饰演过情侣的海青 在新剧《一扑二主》中 面对阔气女老板严妮和美貌女网友 已经身陷两难境地的张嘉义 难道如今又添了位前女友来小局吗 这也让女主角严妮不得不使出了杀手锏 这也是个体力活 记不清了 反正就衣服多 房子也大 有钱什么之那的 但是这所有的这一切外在的东西 都不能弥补这个人内心的空虚 外形不占优势 海青你也别气馁 时较咱们和张嘉义此番可是第五次合作了 彼此默契又怎能输给别人 人家客气来了 问你又没有违宪 问个又没有违宪 把你枪做 饿舌他喜欢你这种类箱 饿舌他喜欢 饿舌他欣舌他永远喜欢 戏里边他那一款 他不喜欢我这一款 戏里边他都是找到小年轻人张艺 那我看今天海青姐的衣服就没有 你也是姐漂亮 你意思说海青没她漂亮呗 我说从看着打那一张 你怎么看我 别问我这问题 不是吵不离间吗 我一概不回答这种摩零扬考的问题 选择题不做不做答 他漂亮 来了 他拿着 来 萧瑞 我说肯定是你漂亮 没事 没事 你姐在 没关系 其实前来客串的海青出演的是 严妮戏中的闺蜜 专门为她的感情指点迷惊 别看戏外 严妮年长海青好几岁 但是到了剧中 两人的关系却完全倒了个个 你喝什么呀 你什么都不喝 你给你喝 你给我走吧 你去哪儿 你给我喝点吧 我不陪你喝 我带你出去玩去 她叫蓝姐 我叫唐美 但是是这样 我是叫她蓝姐 她是给我出很多主意的 我也不是一个特别有主意的一个人